而现在的时间也看着已经到7点05分了 也就是超过学生所预期 7点钟要结束游行的时间了 那么支持学生反复冒诉求 来自全台湾各地的民众和学生们 从今天下午1点钟开始集结之后 经过一整天的游行 原本预计7点钟要散去了 但是现在已经7点05分 差不多7点06分了 现场的情形又如何呢 是不是一如预期 目前在凯道上面还有中山南路上 警服门周边的最新状况如何 我们现在要准备连线我们优店TV的记者 了解现在人潮是不是已经散去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人 还是非常的多 今天一整天下来 他们都一直在这里 非常有秩序的静坐 那么现在情形是不是已经 因为7点钟这个预定的时间到了 而逐渐开始人潮散去呢 我们来连线现在在现场的UDN TV记者 约佳妮的告诉我们现在情势 到底是降温了或者是升高了 佳妮 这个主播记者目前人就在凯道的现场 其实有一些民众是陆陆续续的要回家 因为其实今天是礼拜天晚上 明天是礼拜一 有些人可能要返回工作岗位 或是说他路的地方是比较远的 可能需要搭乘一些交通工具 但是原本表定说六点半的时候 林飞盘会现身在凯道舞台上面 说要来带大家回去 但一直到现在林飞盘都还没有上台想话 原本以为说灭火区在这边表演 可能最后一首歌的时候 可能7点的时候刚好 就是要是活动结束的时间 不过现在民众在听到这次的 《岛屿天花》这个主题曲之后 情绪反而是更加高涨了 还是待在现场的继续 要跟大家继续在一起 那其实民党申请的路权 是到晚上的2400 所以其实过了7点 这些定座的民众好像也还不是说 害怕说可能会不驱离或是什么的 因为其实路权是到晚上的2400 那现在目前时间是7点多 但是民众还是继续定座 就在凯道前面 甚至一直延伸到中山南路 到中啸东户笛这边 当目前现场最近准胖 叫一下你的意思是说 现在不但是演唱还在继续进行 而且人潮也没有要散去的意思 林飞凡她也没有上台讲话 大家的情绪都很高涨 是这样吗 对 虽然是目前现场平均是这个样子 因为其实原本就表定说7点的时候 可能舞台赶紧结束 甚至是演讲所有的活动都会结束 然后进行开出舞台 但是目前台上还是继续有表演 然后台大民众还是继续围观 但是其实人住是有稍微比 大概下午5点的时候少了一些 因为原本的人潮是聚集到 甚至是新一路 仁爱路 都是塞满的一个状况 不过现在新一路跟仁爱路的人潮 已经消退了 那就只剩一个L型的人潮 大概就是从海道 然后延伸到中山南路立法院这个路段 在这边 在这边 在这边